嘿,戰小優回來了 好,那今天讓我們來談一下關於陣營以及戰鬥系統的部分 我相信大部分的玩家都會比較注重於戰鬥這一方面的類型 所以呢,在一個NPC的角色上,戰鬥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來回想一下,為什麼要戰鬥 演技術在某種程度上的理念衝突才會造成戰鬥,而理念的分支也會造成一種無形的分類 這種分類我們便可將其稱之為陣營 陣營的建立必須要去全局設置的陣營裡頭做調整 主要的程序為添加一個隊伍,你名稱要取什麼都可以 那顏色隨便你調,還有他當初對於玩家的好感度是多少 然後還有他的敵對陣營是什麼 那添加好了並不表示結束了 請注意,你目前只是創造了一個隊伍 但是這個隊伍他目前是沒有人的 所以我們要用高級設置來把NPC加入陣營裡頭 並且要注意幾件事情 NPC他是否會攻擊敵對陣營的NPC和玩家 NPC是否會因為隊友受傷而產生連鎖反應 NPC死亡之後哪一個陣營的點數會上升,哪一個陣營的點數會下降 OK,我們已經替NPC他找出了戰鬥的理由 那麼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光明正大來討論一下有關於戰鬥的方面 一個NPC的戰鬥力主要分為三種 近戰型、遠戰型還有近戰兼具遠戰型 而這些行別的分界是從是否使用遠戰武器作為出發點而定 而他們的近戰屬性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近戰傷害就是玩家不穿裝備時會扣多少血 近戰距離就是NPC距離幾格就有辦法傷害玩家 近戰攻擊速度就是在近戰攻擊間隔多少秒的時候可以再攻擊一次 擊退,NPC的攻擊附上擊退多少的效果 攻擊效果,遭受到此傷害之後會附上什麼樣的效果 時間就是這個效果,他的時間會維持幾秒,真意就是是否強化效果 再來是遠程,遠戰分為兩種種類 一個是遠程選項,一個是彈藥類型兩種設定 那麼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有關於遠程選項 命中率,NPC發射時的命中率越低越像現在 單發射擊彈藥的次數 應該說彈藥數量啦,我是覺得還蠻直觀的 就是他一次會射幾顆 再來是範圍,射擊的範圍他最遠到哪裡會消失 再來是近戰攻擊距離 敵人距離多遠的時候他就會啟動近戰來進行攻擊 那如果你把近戰攻擊距離設為0,那麼他就是純遠戰 最快攻速,每看見一個敵人時最快會在幾秒之內發射 應該說是幾秒之內發射,然後最慢則反之 那連發次數的話就是每一次射擊的時候他會連發幾次 而連發的間隔為幾毫秒 再來是fire sound,就是發射時的音效 還有這個ground sound,這個就是碎吊時的音效 然後還有一個mfire shooting,就是在射擊時是否會做出瞄準的動作 然後這個間接射擊這個在下就不太清楚了 再來是有關於彈藥類型的設置 彈藥類型的設置第一個是強力 強力跟我們弓箭的強力有點略為不同 它這裡的強力的意思是說這個子彈還擊中玩家使的傷害 那擊退就很直觀的,在下就不介紹了 那再來是2D跟3D,該彈藥的外觀是要一個圖示還是它是一個實體物 那如果它是實體物的話它是否會旋轉,它是否會穿透目標 再來是是否受重力影響 如果否的話那是要很定還是要加速 再來爆炸,是否會有爆炸的效果 那如果有的話要多大 再來是效果,擊中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幾秒鐘是否為增強 還有中機類型 它在射出去的時候是否會有粒子效果來尾隨 那是否會發光這個在下就不是很清楚 讓我們來實際測試一下吧 哎呦,拉收,然後我的頭是怎麼回事 OK,那今天是要來教各位那個有關於陣營的那個部分 然後GG變得稍微帥了一點 那我們就,啊對,我剛剛會騎乘的那個東西上面是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大家第一集有介紹過 OK,我們今天來講一下有關於陣營還有戰鬥系統的部分 那麼我們先把時間設到早上 好,那我們先來講一下陣營吧 陣營的話在下在這邊已經做了幾隻 但是我還沒有建立陣營,所以呢我們就從 我們就從頭開始講吧 那首先呢,在陣營的這個地方並不是從高級這個地方去設置 這個地方是我們要丟給MPT 而我們現在是要先創建出一個陣營 好,首先呢,我們為了方便掩飾 所以我們取一個叫做藍隊的好了 那NPC模組它支援用複製貼上的中文 這應該是廢話 呵呵呵 等我一下唷 打個字 藍隊那邊應該是籃球隊的 好,藍隊 OK 再來一個紅隊 OK,紅十字隊 我們把名稱改成藍隊 那麼我們把他的顏色設為藍色 那點數相關這個地方 我之前在PPT裡面我是沒有介紹的 點數這個東西就是指說 玩家一開始在這個陣營當中的好感度 呃,他的默認玩家是1000 也就是所謂的中立 那當玩家的好感度 比如說對於藍隊的這個好感度 我對他是1000 那就表示說這個陣營的人 他們 我在這個陣營裡頭 我是屬於中立的 我可以打到他們 他們也可以打到我們 但是如果我不去犯他 他就不去犯我 那如果默認這邊設置是500以下的話 那就是他們看到我玩家之後 就會開始來打我 因為我在他們的好感度裡面是在500以下 是屬於不友好的 那如果呢 我們把它設置在1500以上的話 那麼就是我們在這個隊伍裡面 我們是屬於友好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打不到他們 我們就是同一個隊伍的 那麼我們就用預設的1000 不然我們也來演示一下好了 比如說呢 我們把它設置為400 然後我把它選擇藍隊 這裡給他選叫藍隊 攻擊敵隊的人 好 那這個時候呢 等一下 穿個裝備 等一下被他K死 拿個盾牌 NPC模組的順便可以演示一下這些NPC的道具 把鑽石盾牌放到哪裡去 圓律寶石 金剛 可能 啊 暫時是這個 看起來一點也沒有暫時的感覺 怎麼能殺機 OK 那我現在呢 在這個世界中 我的藍隊的好感度 我藍隊的好感度呢 是在400這個地方 所以呢 那我在他們陣營裡頭 我是屬於不友好的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我調成生存之後 他會不會來打我 欸 會 答案是會的 他也是會來攻擊我 因為我在他們陣營裡頭 我是屬於不友好的那一類 然後 那麼我把它調成創造一下 然後 稍微改一下這個 有關於 陣營的設定 那譬如說我們把它調成1000 我們看一下在玩家哪一個地方 那是藍隊還是這個 藍隊還是這個 要刪掉之後人家又回復正常 再看一下 那是怎麼這麼離開傳送的 再來是這個 陣營 OK 我們的墨肉我們把它調成的是1000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玩家檔案 對 我現在的藍隊是屬於1000的 所以呢 我們再把它調成生存一次 欸 然後現在就不會來攻擊再殺 除非再殺恭喜他 這樣子 我們兩個又會再一次的恢復成 敵對那種感覺 再調回來 那依此類推 如果 我的 我把這邊的默認值 把它改為是1600 在1500以上 那麼 他就沒有辦法來攻擊我 因為我是屬於 友好的那一類 然後再把這個刪掉 OK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變成我沒有辦法攻擊他 他也沒有辦法攻擊我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陣營的 我們是同一艘船上的人 好 那麼我們已經學會了怎麼建立之後呢 我們 其實剛剛在下已經演示過了 這個攻擊敵對陣營 以及保護陣營中的其他人 還有這個NPC要死亡之後 這個東西我還沒有演示 那譬如說 我們再來創建一個隊伍 叫做紅隊吧 他的對立陣營 我們再來添加一個 叫做紅十字隊 就叫紅隊 那點數相關 給他調個也是一千好了 所以他就是維持重力 那這邊也把他調一千 那我要殺掉他的時候比較方便 還有這個 敵隊陣營就給他調成紅隊的啦 那紅隊的敵隊陣營就是藍隊的啦 好 那接下來再把他丟給NPC 這隻已經丟好了 然後再丟給NPC 攻擊敵對陣營的人 保護自己的人 欸欸 他們已經打起來 已經打起來了 再給他調個紅隊 紅GG 紅GG 那接下來再給他調個藍隊 攻擊保護 欸欸欸 你看這樣子 有護傷 欸欸欸 主將被幹掉了 然後這隻也把他調成為攻擊的 也會保護的 欸 喔 OK 看來是紅隊還是綠色一籌吧 OK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是一個 可以彈造一個類似是那個 小規模戰爭 或者是如果你把人做多一點的話 他就會變成大規模戰爭的這種形態 這個就是有關於陣營方面的設置 好 那就 就讓你們繼續打 我這不吵你們了 越越深刻 OK 那麼我們接下來 來 你的屍體擋到我了 那 接下來我們來演示一下有關於那個 近戰的演示 那 為了 其實近戰也沒有什麼好演示 比如說我們把他的攻擊力調成10 啊 近戰攻擊距離把他調成4 啊 相當overpound 啊 近戰攻擊速度 可是攻擊速度好像在目前1.89的這個beta版本裡面好像有點問題 他好像有點辦法調 那擊退我們把他調成 擊退2 啊 把效果把他復火焰 那再回來看一下 你看這戰鬥速度變回來 所以這可能是給那個做著他們的bug 那我們來給他 給他 給他選一個守衛吧 這樣子 方便我們等一下做演示嘛 那我們來給他殺那個殭屍豬人 來看一下他會跟殭屍豬人奔波的 不是奔波 他可以跟殭屍豬人奔波的如何呢 啊 何必 呵呵 sorry 快 你看10的攻擊力這樣子也是蠻屌的 這就是有關於近戰這一類啊 可是其實近戰我個人是覺得 也沒有什麼好演示的啊 就是 東西就是這些而已 那什麼那個攻擊傷害啊 攻擊速度啊 唯一比較主要注意的是 攻擊速度是越低越快 那 可是在這個版本裡面 好像攻擊速度都怪怪的 那 效果說火焰啊 時間幾秒鐘 主要要演示的是那個 遠戰的類型 遠戰類型的話 貌似是比較多人 比較搞不懂的 我們來演示一下遠戰 遠戰的話 命中率好像這個版本也是怪怪的 那麼我們先把它的攻擊距離調下 一次射的彈藥數我們把它調成5個 啊 範圍把它調15 所以快攻速就這樣吧 啊 連發次數我們把它調成3好了 請記住我這個單次射擊我是調5 那連發次數我是調3 那等一下你們看到的時候會比較 比較正常一點 那它會架起狙擊的模式 那麼我們把它射出來的那個聲音把它改一下好了 然後 再來一個 然後這個把它弄個 啊玻璃睡覺什麼 帥氣 好 這個連發劍格 這個 這個 連條 那接下來我們來給他那個 挑個 箭矢好了 好 我們再來設定叫宿主 之前我跟各位讲过了,你的远战跟近战的区分在于是否使用远战,那是否使用远战就是在这个格子,如果你有放东西的话,那它就会变成远战的效果,那么我们来分享看一下,好吧,还是不清楚,那么给它换个东西吧,不一定要丢箭矢,它可以丢其他东西,所以我们给它丢个巨大飞标,可能会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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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很累了一点,你看,一射出来飞标是三个样子,刚才是图标赶快,所以如果我从上面看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变成横的,如果我从这边看的时候,它又变成直的了,这个东西它就是2D跟3D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把它换成是3D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你看, 它这样子它就会变成一个是3D的效果,那它一次会发射5颗,这个就是它的2D跟3D之间的差别,那我们再把它的调成这个会旋转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哇,那现在它就变成旋转,非常之快,我们来讲废话,我们把它调成穿透目标 它就会变成贯通的,射中目标之后,它还可以贯通过去的那个贯通弹的效果,相当厉害的样子 然后其他这些速度的话,比如说我们把它的速度调成20,看一下速度有多快 把这个射出去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给它协和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调一下最快攻速和最慢攻速,看一下最快可以到多快,最慢可以到多慢,给它调到1跟10 好像没变多少什么的 诶,好像有明显变快了,对不对? 这个 这个就是有关于最快攻速和最慢攻速 它最快,它是可以在多快的时候可以射出去,最慢的时候它可以在多慢的时候射出去 時間給他噴到死有沒有 OK 這個就是有關於連發次數 可以把它改成類似機關槍的功能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調成比較恐怖一點 把連發次數我們把它改成1 命中率我們給他調30 這樣就可以做出一個類似限彈槍的效果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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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彈槍的效果出來了 我們再把他的那個遠程 命中率不知道為什麼我手調起來都會變回 但如果你是在比較正常的版本的話 命中率調的低一點的話 他會變成限彈槍的效果 好 那還有這個是否受重力的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 恆定的話它是變成怎樣 我們把它速度調慢一點 我們把它的速度調成2好了 把它調成受重力影響 它就是會掉下來 它就掉下來 它就掉下來這個音效也是非常吵的 我們給它調個加速 它就是會飛出去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它就是會這樣射出去 非常直觀 然後這個是加速 那麼我們把它調恆定 恆定的話比較有趣一點 剛剛駭客跟我們趕快 就是飛得相當的慢 然後這個大部分就是拿來做一些 法師的一些攻擊 這樣子會比較帥氣一點 我覺得 很多在下的那個地圖裡面都用到這招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玩的 還爆炸 我們把它調小型看看 直接這炸上去之後 這個飛不要來往上飛 飛到 飛到 飛上 飛上宇宙和無影 OK 這個是小型爆炸 那麼它爆炸其實還是有分幾種 我們可以把它調整小型 中等跟大型這種種 我們把它調大型像這樣子 所以一炸下去之後 人都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就可以拿來做RPG的那種效果 然後把它調成沒有 把它調成火焰 把它調成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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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弱把你 弱把你弱把我弄到外面去 好 老爸 上去 不要 吃下去的時候很明顯 這個綠綠的東西它就是中毒的效果 如果把它的爆炸調成是 把它調成是小型爆炸 那麼它就會變成是以藥水的形式出現 以前的話我記得是藥水噴發 現在的話還會再附帶這個爆炸的效果 就比較…比較增台石料一點 然後這個蹤跡類型就是它射出去之後呢 它會有什麼? 那麼我們改一個REST桶 這樣子大家應該比較懂它單字的意思 然後射出去會有什麼? 應該射出去就有這種紅石的粒子效果 連帶著它發射出去這樣 OK 那還有什麼呢? 然後應該就是這些 那這個是否發光我就… 我就不是很懂它這個東西的意思 到底是想要表達什麼? 射出去之後有發光效果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OK 那大致上來說 這個就是有關於職業演示的方面呢 OK STOP! 好 那麼今天呢 就為各位解說這個有關於戰鬥類方面的 就先解說到這邊囉 掰掰